欢迎收看GoMarkets会视点评 我是Ellen 上周因美国新旧政权的交替 而导致全球市场大起大弱 即将登记的总统拜登表示 上任之后将会迅速推出 1.9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 因为救援措施的推出速度 跟实行力度均好过预期 因此与经济复苏关联密切的顺周期基调 引领全球市场情绪 美国国债市场出现大起大落 美债遭到抛售 10年期美债利率上升 而因为美债与欧洲日本利差的扩大 市场的进一步套利的操作 美元出现走强 非美货币走弱 黄金价格是出现调整 因为国债是零风险资产 国债利率为其他资产提供定价锚的作用 在经济不确定性仍然非常高的情况下 我相信美联储对一路高升的资金成本 并不会熟视无睹 在这考虑到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双赤字问题 因此对美国而言 在不出现大规模破产违约的情况下 长期难看美元存在贬值的刚需 那在具体货币方面呢 数据显示各路资金做空美元的仓位处于极端情况 近期会是有机会上演屠杀空头的嘎空剧本 那因为澳元对美元迟迟未能占上0.78的大关 因此做多澳币能需等待 而在下方澳元有机会回踩至0.75的区域 而欧元对美元方面 因为利差套利与市场炒作经济恢复速度的原因 如果欧美没有办法重回1.22之上 那将大概率回测至1.19附近的位置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欢迎大家来收看 谢谢大家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